The Fulpin Cultur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held calamity relief opera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ulpin Cultural College. 菲律宾桥中学院校友会联合桥中学院执行赈灾活动。 2024年8月4日,菲律宾桥中学院秀友会联合学校师生前往马尼拉市敦落帕洛拉区为受到超强台风卡琳纳严重影响的灾民举行赈灾活动。 本次活动意在为受灾群众提供急需的物资援助,了解灾情为菲律宾同胞带来的困难,给予灾民必要的关怀和支持。 当天上午10点,在校友会前任副理事长、市议员林梅瑟校友的协助安排下, 校友会理事长陈仪哲、副理事长陈辅从、吕培松、理事陈茂福、蔡汉川、张启友、陈振煌、干事龚书腾、 总校副校长蔡易暑、总校各部门主任以及总分校师生代表共60余人。 由梅林瑟校友公子林沛泉带入受灾一线,把温暖送到灾民手上。 在当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各校友及师生竟然有序地发放救灾物资,灾民排队领取物资,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感激之情。 物资发放结束后,在灾区负责人的领导下,陈仪哲理事长、各位校友、蔡易暑副校长以及部分师生深入到灾民的居所查看受灾情况。 陈仪哲理事长表示,乔中不仅要向灾民提供物质上的援助, 更要关注灾民的心理健康,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希望。 这是乔中校友会相继两天为灾民送温暖。 8月3号,校友会福利主任蔡柯典、彭杰荣及学校师生代表配合华裔青年联合会, 到济顺市圣伊西德罗·拉布拉多教堂为灾民送去温暖,把灾民所需的物资分发给受灾群众。 乔中校友会及学校每次灾难发生后,总是第一时间组织震灾活动,亲自前往灾区, 给予受灾群众最直接的帮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乔社救灾的兴风这一称号。 总校副校长蔡毅树表示,每当灾难来临时,乔中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组织吃生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灾民,这也让参加镇纪活动的孩子们上一堂真实的人生课。 通过这次镇灾活动,乔中不仅为敦落帕洛拉灾民区的受灾群众送去了急需的物资和关怀,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正是乔中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 未来,乔中校友会及学校将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不断投身于各项公益事业,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